我們用AI寫了一個腳本 有沒有覺得很羞恥 對我機身通常都不去換肌肉一樣 歡迎來到ZERO ZERO 我是莎冰娜 我是莎莎雅 從零開始 從ZERO ZERO這個系列 我們主要會探討一些 在品牌或日常生活中 環保永續的小知識跟小心動 今天這一集的主題來提示 跟我們這個場域息息相關 車子 超簡單 但是我們今天是要講一個 車子的零件 這個零件非常非常值錢 它是整台車子裡面最值錢的 叫做觸媒轉換器 然後這個東西我之前在廢車搞什麼 第一集裡面有講過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到底值多少錢 然後再回來看一下我們 到底怎麼介紹這個東西 來這邊請 那自衛轉換器它是怎麼組成的啊 它主要是因為有一些貴金屬裡面 什麼果 把 老 這些 那值錢就是值錢這個地方 像我們廢車回收之後啊 我們會把自衛轉換器拆下來 然後再交由一些合法的回收商 或上游的廠商 讓他們去處理回收這樣子 有些新聞好像都會講說 小偷啊還是什麼的 他們就會特別去拆那些零件啊去賣 對 但其實這是違法的 還是要透過一些合法的回收廠商才可以 那這些金屬到最後他們會怎麼處理啊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再回收再利用的 像我剛剛講到廠商啊 會把裡面的金屬提取出來 然後可能再賣給一些什麼 催化器生產商啊 好 我們現在要先來講 它在車子裡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來 我們用AI寫了一個腳本 來 大家看一下 嗨 我就是束眉小將 保護環境 守護車子的超級英雄 今天 我要把束眉轉換器 變成我們車子的超級環保武器 哈哈哈哈 觸眉小將 你以為我會讓你破壞我的計畫嗎 我是爛氣體的怪物 代表著那些有害氣體的力量 你無法阻止我 別太自信了 爛氣體怪物 束眉轉換器可是將你們拍出的爛東西 變成無害氣體的魔法裝置 這裡沒有你的地盤 讓我們看看 誰才是真正的環保戰士 讓我來消滅你這有害氣體 不可能 我的力量居然被轉換成了無害氣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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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完我們剛剛的那個中二短片 對 有沒有覺得很收持 好 看我們剛剛中二的影片之後呢 我們有提到說 脆轉換器它的功用 它主要就是會把引擎染料 這些產生的有害煙霧啊 像是一些什麼 蛋氧化物啊 什麼碳氫化合物 什麼液氧化碳 這些不好的氣體 把它轉換成無害的氣體 然後排放出來這樣 但是這樣子很厲害耶 所以它才可以這麼值錢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它要在什麼情況下才可以正常運行呢 其實現在來說 因為我們這都有裝些燃氧感知器啊 或是一些氧氣傳導器 所以它都可以正常運行 但是其實在1990以後 我們都已經換成 噴射引擎 或是一些氧輪引擎之後呢 所以現在的車子 其實都只要一發動 我們就可以正常的 去啟動觸媒轉換器這樣子 那它這樣會裝在哪裡啊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觸媒轉換器 這是BMW的嗎 它就是會裝在這個洞上面 對 誰發明這種聰明的東西 對 它其實是一個美國的科學家 它叫做Eugen Fuji的人發明的 那它一開始發明是因為 它在法國啊 美國 英國這些地方工作 它本來就是從事一些石油 或是燃料之類的研究 後來研究之後呢 它就漸漸覺得 它想要解決 車子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造成一些 廢氣呢 對 廢氣汙染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就研究出一個 度媒轉換器這樣子 喔 它去過很多人家耶 真的 它可能被調派之類的 然後它因為這個東西 得到很多獎項 因為這個其實我們現在環保科技的發展也很 其實影響蠻大的 對 那既然觸媒轉換器這麼重要 我們是應該教大家 怎麼保養才可以 對 我們應該教一下大家 到底要怎麼保養 延長的壽命 教我的保養產品會 會操走你之前的東西 去翻滾 翻成一個90度的角度 裡面都會有網子 開的時候就會很大聲 所以